我說阿姨你吃什麼啊? 你們知道他吃什麼嗎? 真的在吃什麼 阿姨就說我餓 我餓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從今天開始啊 在偉大的黨的英明領導之下 世間萬物都會聽黨的命令 跟著黨走 聽黨話 行黨事 黨說4月20號之後 只會社會面清零全面下降 他就會社會面清零全面下降 中國人民啊 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導之下 又度過了一次大饑荒啊 又度過了一次自然災害啊 以後大家回憶起年輕時候 經歷過上海大饑荒 自然災害的時候 就會想念 偉大黨的恩情啊 唱之三歌給黨聽 然後大家就會更加的眾志誠誠 愛黨愛國 中華人民共產國啊 千秋萬事 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人民於水火 畢竟啊 也是他把你推向於水火 沒死的人啊 把你拉起來之後 給你擦個燙傷藥膏 好了之後啊 大家繼續歌舞生平 想想上海那些人啊 吃飯那麼貴 有時候自己想要吃的還訂不到 看我們台灣人多可憐啊 我最常窮的只能吃肉 而且你還是只能吃魚肉 我多可憐啊 啊有啦有啦 你看看 有一片菜 多難得可貴啊 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這個 政策啊很好啊 很多的上海人啊 都有菜吃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我要吃菜也吃不到啊 你看 我就這樣 還有那個芥末醬 哇塞比 台灣政府 檢討一下 檢討一下 喔還有一根香蕉啊 那最近也有很多中國網友發現啊 在微博上 或是其他中國平台上啊 你只要標記了 或是打出了 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啊 喔 竟然會被刪帖封號 屏蔽掉 我今天超搞笑的耶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首歌 是中華人民共產國 你們自己國歌裡面的歌詞 然後 現在這個 上海人民 或是其他地區的人民 打出這個 被你善意屏蔽 怎麼樣 他們惡意歌唱國歌是吧 你乾脆歌詞改成 起來 不願意被刪帖封號的人們 這樣是不是完美啦 能生活在中國 你們就偷著樂吧 然後啊 小粉紅的業障回力標 來的也非常暖心 非常及時到位 帶大家來看這兩條案例 這個叫做周小思的小粉紅 他說 緊急求助 上海求助 我是病人家屬 一名共產黨員 以下成屬保證 真實 不僅裡面有了電話 病人的姓名 姓別 74歲 身份證 哇 都打出來了 住在上海市皇谷區 哇靠 還賽出了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居民的這個身份證 我非常的納悶 你身為一個黨員 又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講一個事實 要附上自己的 所有個人訊息 你們國家之間的人跟人 人跟官是互相不信任嗎 講這種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在民主國家來說的話 是需要做到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畢竟你們中國也說 你們是中國特色民主嘛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周小思啊 他在2019年的8月16號 轉發微博 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哦 我只能說啊 這個社會主義鐵拳 來的非常暖心啊 我們接下來 帶大家看下一則 更暖心的回力標 哦 來 這個叫做草莓教授的小粉紅 他說 真牛逼 我一孕晚期的孕婦 因為樓裡有羊 被拉走了 所以健康馬是紅的 要去產檢 醫院不收 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你們口中的 極端女權 結個屁個婚 生個屁的孩子 反正懷孕的時候 不被保障 生了國家也不邦養 快點進入少子話把累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的3月13號 這位小粉紅草莓教授 他說了什麼 叫我個人而言 我希望香港人 立刻馬上原地暴斃 別佔用你爹的醫療資源啦 他3月13號的時候 罵香港人不要佔用醫療資源 現在4月17號的時候 DANG 聽到了他的訴求 也不要讓他佔用醫療資源 建議他原地暴斃 來的非常暖心啦 所以我說小粉紅 你們真的 真的是 這個業力回力標 真的 每次都來的 非常大快人心 不管你們在嘲笑 哪一個國家 甚至你們在嘲笑 地獄歧視自己人的時候 業力回力標 來的也非常快 繼續keep going 知道嗎 但是啊 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 都不敢罵官 都不敢跟官員講 真實的情況 更多的人 是愛在心口難開啊 比如說這段影片 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猜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在憋風了 還可以還可以 可以可以 坐車好的 有沒有 有沒有缺的東西 哈哈哈哈 他跟我說猛了 哈哈哈哈哈 說吃完菜啊 哈哈哈哈哈 行了 啥也不缺 啥也不缺啦 哈哈哈 謝謝 謝謝主 謝謝領導 謝謝主任 我們都知道 被特色管理的城市啊 物價菜價都會飆漲 但是大家更多的只關心上海 中國很多小城市啊 也都被特色管理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昨天就有分享一個暖心的影片 在廣西啊 一個越南交界的一個小鎮 被特色管理了50多天啊 我也能理解 為什麼比較沒有人關心他們啊 畢竟啊 他們抱怨黨 抱怨政府的比例啊 是比上海人少得非常多 他們還在求黨 跟這個政府 給他們食物 給他們正常的生活 但是啊 我們愛黨愛國啊 活的有點尊嚴吧 偉大的黨 無處不管 從人民的思想 到人民要吃什麼 跟這個 特色期間 價錢要多少 12斤的蔬菜 要 7750元人民幣 原價 它上面寫 15000多人民幣 買摩托車啊 這個大家要知道 中國金的單位是500公克 台灣金的單位是600公克 所以 他們換算成台灣 他們的12斤又更少了 然後又那麼貴 7000多耶 你說750都貴了 7750 哇 這難道是小粉紅口中說的啊 中國人都很有錢啊 所以這7750塊 只是咱們中國人每天賺的零頭啊 花這點錢啊 沒關係的 是這樣啊 那好好維持這個價錢吧 黨甚至要控制人民的大小便 帶大家來看這張圖 小區化分池即將警報 請控制 臨天天 令人暖心的公告啊 連大小便都要控制 要劫持啊 知道嗎 不是你說能大就能大的啊 那也有人餓到 從高空釣魚 蔣太公釣魚啊 願者上鉤啊 這個不釣魚 大家怎麼又有生魚片能吃呢 對吧 剛剛前面說到了 黨不僅要控制你吃什麼 甚至連你的大小便都要控制 但是大小便是生理反應啊 要怎麼控制 誒很簡單啊 你只要不吃飯不喝水 你大小便是不是清零啊 但是人太久沒吃飯啊 人自己也會被清零啊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這一則 令人家傷心的影片 溫馨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小粉紅 你是愛黨愛國的 你家化分池滿的話 該怎麼做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來講一個 很扎心的故事 當然這個故事是正式的 我上午就打了一個電話 給我的老人服務對象 因為我是做家政阿姨 打了個電話我問她 我說阿姨你好嗎 電話沒人接 最後她兒子接了 我就問她 我說阿姨好嗎 她告訴我 她媽走了 我說什麼時候走的 她說8號走的 我說媽 那既然我就來談談 8號之前的事情 因為二十幾號 那個時候我在上班 我每天下午三點 找她下去 她媽每天三點鐘之行 都是一種 稀派的眼光的看中 當我進門那一閃 阿姨就笑 阿姨說小政阿 你終於來了 我說阿姨你吃過了嗎 她說沒了 每天這個時間 我都是跟她弄你吃的 當有一天 然後腸部線全部停下來 就每天我不能再去了 後來 三十號三十一號 放風這兩天 讓我們這些人去外面 去採個窩子 準備再風 然後我就去了 當我去的時候 門一開 一口刺鼻的味道 就不得了 臭得不得了 這個時候 阿姨嘴你還在嚼劇中 還在吃什麼 我說阿姨你吃什麼 阿姨就講了 你們知道她吃什麼嗎 真的在吃 大便在嘴 阿姨說我餓 我餓 這個時候我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我只有一眼 一眼的落下來 都可憐了老人 沒有吃的 這個時候 他只要人嚼得動 他都會去吃 那就是大便 兩二一號就開始風 風到現在 所以今天我打個電話 他說他媽這 這也是我的慾露之中 我也知道 他活不到時候 他就會死 你們中國的央視人民日報 有沒有報老這則消息 上海耶 國際大城市耶 但我身為一個城外人 我看到你們中共的 惡行惡狀 體制下造成的這種事情 層出不窮 所以我覺得 這倒還好 這不是我看過最震驚的 就連上 就連上海這種地方 小紅樓 都存在了快二十年 小紅樓是什麼 不知道的人 自己去外網上 搜一下 當然啦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啦 如果是我 我已經那麼老了 我寧願出去闖一闖 我寧願去反抗 反正橫術也是死 我希望 我走的是有尊嚴的 而不是滿嘴都是那一個 然後死在家中 然後過好多天 都已經爛掉 才被人家發現 我寧願出去拼一拼 看有沒有人剛好拍到傳到外網 起碼我可以被牆外的人記住 那我這邊就想問你們這些愛黨愛國的小粉紅 常常幫黨洗地 要不要把這篇影片分享出去 上海的老婦人在吃屎 分享出去啊 去督促你的政府改善啊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如果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朋友說 我是八九十二千 拜